第千灵三十七集 六道轮回圈真的练成了 果然可怕到了极端 牵手神魔心生寒意 快速倒退 但是怎么可能与老疯子的行字诀相比呢 少年一步就跟了上去 双拳打开大合 似乎可以将天上的日月星辰都轰下来 砰的一声 他接连出手 强大如见到过斗战圣皇的太古大圣都不敌 连遭重创 六道轮回圈一出 山崩海啸 日月无光 斗转星移 可怕到了极致 牵手神魔几乎被打烂了 眼看就要被分解 此时连鹅骨都被打得崩裂 元神都要震出来了 后方所有人都惊悍 没有想到老疯子如此强大 神痴异动 血脉沸腾 叶凡心中空灵 沉入了倒镜中 以斗字蜜演唤六道轮回拳 体悟那种至大至尊的权益 他悟我两望 少年老疯子无比的强势几乎杀到了狂颠 六道轮回圈一出 天下无敌 砰的一声 太古的大圣被打飞 这一次浑身骨头皆寸断 少年老疯子追了过来 要利弊他 就在这时 此同古船内两尊如神灵一样的存在 连魅迈步而出 脚步落下 天地皆产 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他们的气息中而颤抖 人们惊悚 这是 古船有三位大圣 来自三处古地 此时终于全部都出现了 如两道永恒之光矗立 所有人都绝望了 一位大圣就已经如此可怕 让老疯子负伤了 而此时又出现两位 还有胜算吗 这多半真是必死之局 要知道还有不少古王未出来呢 两位大圣一出现 直接就出手了 向少年老疯子要害打去 根本不想给他喘息的机会 叶凡心中一紧 少年老疯子的确强大 六道轮回全天下无敌 但是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多了 可能会被耗死在这里 他将黑葫芦取了出来 宝贝请转身 葫芦画道见 叶凡不想老疯子 血染大漠死在这里 想以神秘而可怕的黑葫芦 助他一臂之力 叶凡刚喝出 但是马上就又取出烂木塞子 将葫芦嘴给堵住了 那片战场由古镇守护 他怕打不进去 金色的沙漠 每一颗沙粒都如赤金一样 熠熠生辉 炽热难挡 昔日本为一片原始古林 而今呢 却成为了死寂之地 燥热 胶灼 死亡 成为了永恒的主题 两尊如神灵一样的古生物 走出古船 一个很挺拔 非常的雄剑 生有一头浓密的金色发丝 且有一对黄金祖龙角 他雄姿设人 除了那对龙角外 与人族没有什么区别 非常的可怕 让人颤抖 这是志强的存在 血脉高贵 让人族大能 都忍不住要跪拜下去 强大的契机 让人每一寸血肉 都忍不住在哆嗦 像是要摩拜一尊神明 这就是太古的大圣 另一个 古生灵同样的摄人 他生有一头银发 长达腰脊光刻见人 他的面旁如大理石雕刻出来的一样 愣角分明 且雪白如玉石 在其额头 生有一枚灵形的白色鳞片 隐约可开合 内运可不神光 像是可打穿三界六道 尽溢出的一缕气息 就让人站立不住 将要软倒在地 就是这样两尊强大的古生灵 一同出现 实在是有些害人 每一个都是如此的可怕 犹如震慑诸天的神魔凌晨 两人冷漠无情 没有一点情绪波动 上来就对老疯子出手 与六道轮回拳抗衡 这与开天辟地 没有什么区别了 什么太出之光 原始法则 全都垂落了下来 一片迷茫 可以清晰地见到 天空中出现了 一道道黑色的大裂骨 那是次元空间 在被熔裂 成为神则秩序的一部分 为他们所用 古传内有几十尊古王 他们将精气 都度给了这两位大圣 让他们再现昔日的 无上风采 自然是可步到了极点 随意击虚空湮灭 一直点出就是一场大崩溃 混沌都被点化了出来 要活活地祭练掉 少年老疯子 两尊大圣同出手 自古至今 有几人可敌呢 这是无上之资 一般都是将正道之人 敢惹他们 不然必死无疑 他们是万族中诞生出的 最可怕的存在 三个谷地 也不过来了三尊而已 可想而知 有多么的难以修成 然而 场中那个疯狂的少年 无比的强势 炼成了六道轮回拳 不然的话 换成另一尊人族圣人 多半早已被打死了 不得不说 六道轮回拳 一旦修成天上地下无敌 所向披靡 少年的浓密黑发 在飞舞如一尊天神一样 打开大河 要将诸天星辰都轰落下来 每一拳都霸天绝地 像是可以破碎宇宙 击毁星域 非常的惊人 称得上威力绝伦 自古至今 还没有听说 有几人可将六道轮回拳炼成 这种拳法一旦大成 什么法宝 什么兵器都不需要了 全都能粉碎 哄的一声 金发大圣的一对龙脚 射出两道赤圣的神光 斩破苍穹 突破老疯子的滔天钢气 落了下来 顿时鲜血飞溅 差点将其一条手臂卸下来 圣人之邪涌动 白骨茬三森 极其惨烈 但老疯子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全是更涉人了 逼到了近前 虚空一抖 另一位大圣满头银发乱舞 眉心的菱形菱片张开 那有一个无比漆黑的洞 射出一道龙形的白芒 一道血光闪烁 少年老疯子的心脏被冻穿 心头血冲天而起 化成一股血浪 非常的妖艳与刺目 人们都心中一沉 无比的害怕 这两尊大圣太强大了 这样的一击是毁天灭地的 足以将一块大鹿打沉 将天上的陨星轰下来 少年老疯子即便再强大 承受这样的攻击 也不可能全部化解 内运神则秩序的力量 可不断地摧毁生机 可是场中的少年 心头血都被打出来了 却没有一丝退缩之意 战役疯狂 浑然不顾白骨露出 鲜血飞剑 六道轮回拳的威力更胜了 黑发少年一声大吼 山川大地都在抖动 即便有古镇守护 沙漠还是沸腾了 如惊涛骇浪一样起伏起来 沙浪打上了高天 遮蔽了太阳 砰的一声 老疯子权益无敌 双拳挥处 在自己胸膛 几乎被人抛开的刹那 分别轰在了两位大圣的身上